哈囉大家好我是Pink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耶耶耶耶耶 今天的主題 大家期待已久的 What's in my bag 終於來了 不好意思久等了大家 那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要非常感謝 Teddy Blake 他們寄了這個包包給我 之前我在IG PO OOTD的時候 就有人私訊問我說 小姐姐那個包是什麼品牌啊 詢問度還蠻高的 就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看看我的包包裡面有什麼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很愛用的這款包款 那Teddy Black這個品牌說真的 在他們跟我聯繫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誰 當初他們在跟我接洽的時候 我很害怕 又是一個行銷詐騙的概念 因為你知道 畢竟他們是外國的廠商 然後我想說他們怎麼會看上我 我受寵若驚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Google一下 來來回回跟他們聊了之後 發現說 哇他們是一個真的很用心經營的品牌 然後他們的理念什麼的我都很喜歡 所以我就決定說 好吧 那就來試用看看這個包好了 那Teddy Black這個包包品牌 它就是主打一種平價濕滑的感覺 其實很多精品品牌或者是化妝品 他們的成本裡面最重的是什麼 就是行銷費用 那Teddy Black他們不是 他們是希望說把那些砸在行銷的費用來回饋到消費者身上 所以他們是號稱品質是跟一般精品一樣的 都是意大利製 然後同樣都是老師傅做出來的產品 可是價錢就差了還蠻多了 那這個包包呢我已經用了一個多月左右了吧 我說真的我很驚訝 是它很耐用很耐髒耶 因為第一時間打開這個包 我就想說天哪這顏色好淺我可以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還蠻粗魯的 但是真的在使用了之後啊 我發現說哇它真的很好用 就是它的設計非常貼心 然後也很能收納 有一點我不去說的是 就是如果說你上到Teddy Black的官網去看的話 它的包包的顏色跟我現在拿的包包是有色差的 可是我覺得還好可以彌補的一點是 它有線上客服人員會很細心的來服務你 所以呢雖然說是上它的官網逛網拍 可是整個感覺就是很像在店裡面逛街的感覺 你有什麼問題就可以直接問他們的服務人員這樣 大家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開資訊欄 我把官網放在那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這一款水桶包它就叫做Elisa Vitello 然後是9吋的這個大小對我來說非常非常剛好 因為其實我平常自己愛用的包啊都是一些小包 譬如說我之前才剛跟大家開箱過的YSL包包 這樣子比起來的話 就是有差 水桶包真的非常非常能裝 所以我就是整個把它裝起來 YES 對 現在反而回去用小包 我整個就不爽 瘋車它 沒有開玩笑 好的說了這麼多呢 趕快看一下我包包裡面有什麼 首先我們印入眼簾的是什麼呢 來 這就是一頂草帽 你知道嗎 新加坡真的很熱 如果說你沒有防曬的話 你真的會曬 一點草帽 就是必備的 然後這個草帽呢 是我那個時候 燉月的時候在巴塞隆納買的 我發現它很好用耶 就是它不管怎麼拗啊 都還是有大概的型在 雖然說跟剛開始買的時候 有比較它一點啦 但是你知道它真的經歷了很多 它也曾經喝過海水 但是 至少遮阳什麼都沒問題 又方便攜帶 所以我就是很愛它 所以我的包裡面 要嘛就是雨傘 要嘛就是草帽 對 這是一定要的 防曬 不管是物理或化學 都要堅固好嗎 臉上要擦 頭上也要戴好戴滿囉 好接下來呢 我看到我包裡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新加坡天氣很熱嘛 對不對 可是它們冷氣在賣場裡面 而且彷彿不用錢 那這時候就很容易怎樣呢 感冒 所以我就會一定隨身攜帶一件 薄薄的外套 那這件外套呢 你千萬不要小看它 它有防曬的功用 所以如果說我外出的時候 沒有穿像這種罩衫的話 是穿小洋裝啊 或是一般的T恤 我就是會再另外帶件罩衫 然後這個罩衫我超級推薦的 因為它有一點點的透膚 所以在穿搭上我覺得也是還蠻百搭 蠻實穿的 這個是 Choco Raffin 那我記得是在 Earth Music Ecology專櫃裡面購買的 如果說大家有機會的話 多去逛逛支持一下李彥廷老師 我愛你李彥廷老師 總而言之 這個很棒很推 下一樣 我在去城市買的Hello Kitty衛生紙 它呢 非常的International 它跟著我去了美國 現在又來到了Singapore 我跟妳說 我在新加坡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啊 如果說你去外面吃飯 然後看到桌上有擺衛生紙的話 就代表說這個桌子呢 就是已經被人家站走了 在這裡是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嗎 總而言之就是很酷炫 所以我現在走到哪 不管怎麼樣就是 面紙先放下去 結果是我的 的那種感覺 學起來學起來 大家到新加坡 千萬不要忘記 面紙very important 而且他們在外面吃東西啊 也不會提供面紙或是濕紙心 都是要收費的 所以 面紙這個好物就是 一 可以幫你站位子 二 是讓你擦嘴巴型鼻涕啊 一條袋 接下來我要跟你分享它一個 非常貼心的設計 但是我要把鏡頭蹲遠一點點 大家再看清楚 好啦 就這樣 就是呢 你看看 它是一個包裝包的概念 然後這個小包包 它是attach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說你不小心 把它放到外面這樣晃晃晃晃的話 它也不會掉 然後如果說放在裡面的話呢 你也不用很慌張的找它 因為就是這條線就是 拉它就對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design 真的非常fantastic 好不小心呢 就是變成晶晶體的 我道歉 給大家看看一下 我這個小包包裡面 裝了些什麼東西 拉開它 裡面呢 裡裡口口東西 一堆啦 我走到哪 都是會隨身攜帶一些 髮夾小飾品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知道我現在燙捲髮 然後我自己不太喜歡 磨很多的造型品 所以有時候會塌啊 或者是飛來飛去 甚至是吃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掉下去 覺得 好煩喔 就把它夾起來這樣子 所以我隨身都一定會 攜帶 咻咻啊 或者是髮夾這樣子的東西 去整理我的頭髮 然後再來 就是 凡士林 這個凡士林呢 是我的醫生他給我的 就是因為我在吃A酸 所以我嘴巴很容易乾裂 我在家裡呢 擦大罐的 然後外出就是擦小罐的 非常方便 那因為有擦凡士林 所以我就可以安心的疊擦 使用其他的唇部產品 所以我也會帶唇膏出門 那最近呢 很喜歡用的就是 表姐的液狀唇膏 因為這個大家也買不到了 非常好用 所以我覺得再說 什麼也只是傷感情而已 所以我就略過它 然後還有什麼呢 這裡面就是我的 捷運卡 然後還有我的 房卡 以及家裡鑰匙 這樣子 就把它裝在裡面 這非常非常棒 因為我之前有 把我家裡面房卡搞丟過 有了這個之後 就是有點 但是可以的 或者就我的感覺 這樣子 再來包裡還有什麼東西呢 啊 會有一個 小鏡子 它其實呢 是一塊打亮產品 但是因為它的鏡子 還蠻大的 所以我如果出門補妝 會幹嘛的話 都會攜帶這一款 打亮產品 它是Benty的Diamond Bomb 然後有時候 如果說出門啊 要補妝 照著鏡子 發現自己打亮 不夠亮 我整個就爽不開心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 啊 OMG 心情 又是你知道 回到人間 所以 隨時會攜帶這個 Diamond Bomb打亮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呢 就是我的錢包 就是我的錢包 我就是 之前姐夫生日的時候 就買了錢包給她 當作她的生日禮物 然後後來店員小姐 就我說 那你自己要買一個嗎 我就 就 好啊 就 就買了這樣子 我自己用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有拉鍊 可以裝零錢 然後又有卡夾 又有裝鈔票的夾層 重點是它 可以放 一二三四五 它可以放差不多 六張卡左右啦 可是 容量算說這麼大 但是是很小巧的 我很喜歡 那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嗎 我平常是喜歡用小包的 所以像這樣放進去 也是非常OK 這個錢 我覺得算是 花的值得啦 因為第一是它耐髒 然後第二是說 它的空間夠大 要不然以前呢 我的錢包小歸小 可是我每次找零錢 都要把它整個倒出來 但這個不用 這個因為它開口夠大 我就可以直接 進去找這樣 所以這款產品 我是也蠻推薦的 後來也推坑 我乾杯去買它 說真的 所有的包款裡面 最heavy duty 最常用的 就是錢包 所以一個錢包 它會經歷很多事情 那我這個包 已經用了三四個月了吧 還是跟新的一樣 所以我真的是 蠻蠻驚訝的 那KUJI MERMON它有 很多很多的系列 我自己覺得它 這款是質感最好的 然後過了很多年 你再去用你也不會覺得 它是俗氣的 所以這一個我自己是 蠻推薦的大家 然後再來呢 又是一支唇膏 然後這支唇膏 是我自己 最近非常非常喜愛的香奈兒唇膏 它是Rouge Coco的430 就是一個非常溫柔的 玫瑰豆沙色 或者是玫瑰荔枝色 或者是說溫柔奶茶色 乾燥玫瑰色 這種顏色唇膏 就有一點點MLBB嘛 然後歷久不衰 不管說是什麼品牌 你只要出到類似這種顏色 都會賣得非常非常好 它的管身呢 就是看起來有一點點的紅 可是呢 擦在嘴巴上並不會 它擦在嘴巴上的顏色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透的 而且很顯氣色 它可以微微的去遮蓋 你唇色的暗沉 然後帶出你整體的氣色 但最重要的是 它有很強的光澤感 就是我自從吃的A酸之後 你也知道就是很乾 眼睛很乾 嘴巴也很乾 尤其一直脫皮 那香奈兒的唇膏呢 真的不會假乾 之前Himi的唇膏 一推出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它是香奈兒的平價版 我就想說 我沒有用過真正香奈兒唇膏 我無從比較 但是我覺得Himi是假乾的 雖然說它的上嘴妝效很美 但是它真的擦來 讓我嘴巴感覺 不是那麼的舒服這樣子 後來我用香奈兒之後 我才發現真的是不能比耶 因為香奈兒的唇膏 它是真的有滋潤的效果的 所以有的時候呢 如果我說我今天真的不幸 忘記帶了護唇膏 或者是凡士林的話 就算只有這一支唇膏 我也算還是可以survive 所以一分錢一分貨 我算是真真切切的 在這一年感受到了 好我們繼續回到包包 但是包包裡面還有什麼呢 好 這一包吸油面紙 吃了A酸之後我再也用不到了 可是呢 我不管是在哪一個包裡都還會放它 因為它就是給我一種安全感的感覺 它是Gatsby的 Powder Oil Clear Paper 過敏思議它裡面就是有粉的 我現在抽出來你們看側面 是不是有粉在飛的感覺 它這個粉呢真的能夠吸附你的油脂 然後抑制你的出油 吸完之後你的肌膚上就會有一層 微微的透明粉感 那就是這個神奇的小粉末 可以去抑制你的出油量 所以你只要用它吸油之後呢 好幾個小時都可以維持那種 沙拉沙拉清爽的感覺 就算它這一包是比一般的Gatsby 或是其他牌子的洗油面紙來的貴好了 可是我都覺得這是一款非常棒的產品 再來 就是一堆紙 我就整個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好的 現在在這裡面就是呈現Empty的狀態了 大家順便戴到一下 你看它外面是裸色 裡面是粉紅色 這個狀色的設計是不是很可愛呢 我也覺得很可愛 但是你這可愛 好 就是一大堆的發票 主婦嘛你也知道 出去grocery shopping拿到發票 手網腳亂就會把包包裡面塞 那常常呢我就想說 回家寄完這樣之後再把發票丟掉好了 我都沒寄 所以 我對不起姐夫 好我會開始寄的 等一下就整理一下 所以這些呢就是 即將要列入登記管理的發票 好 然後呢還有就是 悠遊卡 沒穿就是悠遊卡 以及 護墊 我平常呢 如果說沒有生理期的話 是不會用護墊的 就是讓我的妹妹 以及內褲他們 自己好好相處 自由呼吸 所以這個是 現在 currently 我的situation 跟平常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使用它這樣 然後有一樣產品 剛剛被我拿出來的 可是 就是一直都會在我包裡的 手機 That's right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長大了以前 我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會不停的換我手機殼 可是我現在就是看到漂亮的手機殼 都是心如止水 這個combo我覺得非常非常棒耶 大家記不記得在年初的時候 我有開箱Jeffree Star的驚喜盒 那裡面所有產品裡面 我最常用就是這一個 而且它真實的好用 就是你 然後 啊 不好意思 就是 好啦它這個會脫落 可是它這個就是 死命的巴住你的手機 不會掉 所以我就覺得 哇 這個產品真的好棒 它會這麼黏 就是它的專利 你看我把它修復好 就是很厲害 真的覺得pop sake是好東西 也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我去運動的時候啊 就把這個架在前面 然後看youtube 或者是吃東西的時候 看韓劇 這樣子架著都很方便 然後在滑手機的時候 就不用這樣子握它 本來是這樣子夾著 就也不會掉 所以也不會痠 總之我覺得這個設計 fantastico good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今天錄了好多部影片 我覺得身心俱疲啊 但是還是蠻開心的啦 有時間跟大家 好好聚聚聊聊天 然後大家如果說 覺得這個包很不錯的話呢 也歡迎上到 tadyblack的官網 自己去選購 然後我自己 那個時候在看的時候 發現它網路上 有很多折扣嘛 大家要使用折扣嘛 才是正確選擇的部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還喜歡 如果說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pinky按個讚 還有訂閱分享按鈴鐺 訂閱分享按鈴鐺 按下小鈴鐺的話 只要我上傳新影片 它都會通知你 所以請記得回來喔 然後在你離開之前 我要告訴你 記得你是最棒的 最美的最amazing的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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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